那些人就不會理會你的 他最緊要顧著老闆的說話 你要收回他們 建公屋 他就照樣做這些 我們的困苦 如何慘 他不會理會 他說叫我參加投票 屯門有幾十個位置可以拿出來投票 他趕走了四個大廈的人 只是給你40個投票的位置 這些簡直是杯水車身 你有甚麼可能呢 我可以用它來摸爐 上級、下級 要脫下一點 我要打醒10秒的精神 如果我不是盲 我就不會做到這行 我有能力做一些對這個圈子 有給益的事我就做 初初我是在政府打政府工 做電話接線 我有空閒的時間 研究我自己用的那支掌 其實我們自己都可以做一些更加適合我們用的掌 初初有成六個 和朋友一起合作 做一下少一點 做一下少一點 最後少靜學 我們最初手柄都是用硬膠來做的 後來我們發現到那些硬膠 你一有手寒就會滑 比較滑 我就請教一些專家 他說這樣啊 你用生膠 我想都達到我們要求 但問題是有沒有毒啊 他說你絕對想要求沒有毒 他說用硬膠 我接受了他的建議 現在硬膠也不錯 拿起來又比較舒服 另外一件事我改良了 就是我們那些腳 掌的那顆腳 是要來碰地下的 如果掌的那顆腳做得不好 太幼 就容易捉到下去 坑他的下水道 就是那個去水位 我們就要避免這些 我們就去看看 馬路一般的下水位 那個間隔是有多大 盡量做到可以大過它 有五牙頂 得很厲害的 我們就用那個闊塗 有時候 打了一枝滑的時候 它會撞到 就撞到 撞到多了 它就變化了 變化了 就很容易撞 斷橡筋的尼龍線 我們就為了避免它們的磨擦 都是用尼龍尼龍 蓋一粒膠 打進細口那邊 就不容易撞到那些鋁 今時今日 我兩套機 就已經是拿去國內 初初 我成之叫他們跟我這樣做 做完出來都不行 我說算了 不如這樣 你給我做件 譬如我一枝滑的四折 你給我做了四折東西 回來我們自己裝 因為要解它自己不是盲的 它做出來 就未必處處為盲人作上 我們自己做的 就真的要自己認為適合自己用 知知我都要開過來看看 要OK 我就收回 入膠袋 蓋好它 就可以出給別人 如果不看過之後 這枝壞東西給別人 人家很不開心 都不會找你跟著買 有說過出口過其他地方 有有有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泰國 它覺得好 我給這個價錢也值得 他們就給我買 增加了自信心 我的東西他們都願意接受 這些你不累嗎 如果我做這些事 得到別人的認同 就不算累 退了什麼都不做 我覺得浪費了一點 因為我現在的問題 在健康上 我仍然可以支持到 我告訴你 我最初開始做 價錢 那時是40元 現在是80多元 1988年 你當它是 但現在是2023 距離多少呢 我加了算不算過分呢 你們大家都可以做一個證人 我想最初這班朋友 是很抗拒獎的 所以都經過我們會去透過訓練 令他們認識了黎水根這支掌 因為始終這支掌都是比較 性格比都高的 因為它都很大眾化 所以很多我們叫做新生命的朋友 由不接受拿獎 到開始拿獎 都是用這一支掌 這支掌都是唯一一支 在本地生產的一個首帳 即是它自己的工場 都是香港的 所以那個價錢亦都相對合適 我們覺得都應該支持本地的工業 因為始終那間公司 都是由生命人去自己的主理 我們覺得應該去支持 我想在這十多年 即是我們的訓練裏面 就看到這班生命人士 就是由家裡躲起來 或者不接受眼睛的變化之後 從而學習到之後 重新拿起一支手掌 去獨立出街 我想這個鼓勵性是很大的 那些人就不會理會你的 他最重要是顧著老闆的那句說話 你要收回他們 建公屋 他就照做這些 我們這些困苦 怎樣慘 他不會理會的 但他又沒有深入了解我們 到底做出去影響到多少人 他是不是想到時 我們的外國客人 找我訂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要我解釋給他們 你看看我們政府收回我 在做的工場 現在我們做不到 沒有了 我又不是指示我盲 我就亂去 要求別人怎樣幫 好像一個普通人 去租政府工廠大廈 正常租金是四千多元 我現在這裡要租七千多元一個月 一個月幾乎兩個月 我這裡沒辦法頂的 七千元一個月 去年七月三十號搬出 到現在 你說容什麼租一年 一年之後我不再續約 不能搞 想不退休也不行 我現在當然覺得可惜 我花了那麼多心機 花了那麼多時間下去 現在政府 少少都不肯幫忙 我叫他們想辦法 安置一個地方給我 唉 升下 不想再說 他說叫我參加投票 屯門有一間 有幾十個位置可以拿出來投票 他趕走了四個大廈的人 只是給你40個可以投票的位置 這些簡直是杯水車身 你有什麼可能呢 我希望我有機會 繼續為盲人造福 為我們的圈子造福 這個圈子包括我自己 我想出來的東西 我適合我用 又適合其他盲人用 我就最開心了 就算了 我先用到一個人 走來 我先進去 我先進去 這塊股 我先進去 一間 就要進去 這塊股 我先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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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進去